仿佛看见乘客比武招亲现场 房间就是他的擂台 我也好想试试 万一赢了呢 干嘛 靳阳说送鞋不好 你要给送鞋的人一点钱取鞋 你是哪个村里来城市打职业的 家里通往了吗 不知好歹 只有情侣之间才有这种说法 那你还给我 你以为扔进去了我就找不到啊 慢慢找 陆思成 幼稚 诚哥 诚哥 今天那个女的是谁啊 那个女的 哪个女的呀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福尔摩斯呀 她不是谁 家里给我安排的相亲对象 你为什么要相亲啊 什么叫我为什么要相亲 我已经到了法定结婚年龄 还有是个成年人了 为什么不能相亲 没事 没事 但是我拒绝了 现在别谈恋爱 是啊 现在不想想这个 我想迎娶世界冠军的奖杯过门 八太大将领主 拒绝人还嫁人家危险 早删了 这都能听见啊 不知好不好看 合不合适 是不是这个圈子里面 根本不敢要 早晚会分手 浪费时间 怎么不会分手 孩子 说出你的故事 说啥啊 我还小 我什么都不懂 我已经把所有的青春和少女心 都奉钱给电子经纪了 看到了吧 还想了解更多详情 不要来问我 去问简阳 对 CK战队的那一个 还有刚才那个说 以前觉得死没恋爱 现在一对比 觉得死没恋也不错 可以和我错过的 方管干活了 封一个月 理由是侮辱我队友爱 喜欢什么样的 我以前不是说过了吗 游戏打的比我好当 听见了吧 队长根本就不喜欢人类 你们可以放心了 来 孩子 孙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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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刺激的吗 真是 谈你们都凑齐了 看热闹也是不容易啊 今晚 ZGDX基地将举办一场 夜宵为最终大奖的solo大赛 比赛双方 童谣 陆思诚 周围的吃瓜群众们 看比赛时 请闭好你们的嘴巴 来了 老规矩 谁输谁请客吃宵夜 等等 我为什么要和他solo 你们想吃夜宵 你们可以让他请 那是因为 我们诚哥今天要证明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女生打游戏比他更厉害 所以呢 少女们 你们死心吧 老萌 你是不是傻 咋了 小姐姐 加油 赢了我们吃小龙虾 加油 加油 就算我不打这场solo赛 我也可以前门吃宵夜啊 不能一次一个人吃十斤的小龙虾 算什么小龙虾呀 对呀 吃不饱啊 我会努力赢的 加油吧 加油 你怎么还开直播啊 网友的小龙虾也邀请了 你怎么还开直播啊 仿佛看见成哥比武招亲现场 房间就是他的擂台 我也好想试试 万一赢了呢 在场关弹幕了 四路规矩知道吗 知道啊 三头一塔吧 注意 成哥要开始公布比武招亲的规矩了 小姐姐能否抱得对掌规 我身体一起上 成哥给我讲讲 这世界很酷